晚饭以后 巴巴带着小明到河边散步 望着对岸灯火通明 而住在乡村的他们身后却漆黑一片 小明说 巴巴 我们什么时候能住到对面去 巴巴吐了一口烟 笑了 对岸有什么好 他们只能够看到一片黑暗 我们却能够看到一片光明 我告诉你 真正的无后果是没有黑暗 也没有光明的 真正的无后果 清净的时候没有什么叫做黑暗 也没有什么叫做光明 因为你如果想念光明 就被光明绑住 你的念头还在黑暗里面 就被黑暗绑住 你到了真正的禅定的时候 没有黑暗 也没有光明 光明也不会去执照光明 我去过是说亮 这是你的人 Textning.nu 去你 暗绑住 主持人 是 你 你们